女神63岁林青霞离婚,网报南方为生儿子传宗接代,已有了新欢 女神63岁林青霞离婚,网报南方为生儿子传宗接代,已有了新欢 林青霞一直是大众眼中的完美女神,年轻时的她浓眉厚发,没得不可放入,几乎每一部作品都成为了经典 但是自从她结婚之后就开始淡出荧幕,过筑相夫教子的生活 2015年偶像来了播出,林青霞手上真人秀,气场依然无人能敌,她健康的美丽和生活方式被网友称赞 与同期女神王祖贤总被床整容不同,李青霞的美没有因年龄的增长而退去 但是有时似乎所有的美好也都可以在一瞬间成为抛影 9月26日,台媒报林青霞已经与妇商行李源离婚 而离婚的原因也是很狗血,男房被抱有新欢,而李青霞实在是无法忍受财与其离婚 林青霞并没有公开承认离婚的事情,这个消息在某场娱乐圈大聚会中一位大咖女星爆料的 他还表示,林青霞拿了20亿港币的善良费,17.5亿的人民币啊,不愧是嫁给了富商,就连分手费都这么添价 有网络爆料称林青霞的老公包养了一个上海的小三,目前两人已经有了孩子 也许林霞的离婚早有先兆,早在林青霞刚刚结婚7年的时候,就爆出与老公分房睡 这就是传说中的七年之痒。还有传言说,行李员的三个孩子都是女孩,她为了生儿子,还在外边包养小三。 这种说法比较靠谱,1949年出生的行李员却是比较思想传统,传宗接代的思想观念很浓。 其实这已经不是林青霞第一次被暴离婚了,夫妻二人上一次同框还是在2006年,当年林青霞父亲病逝,林青霞与老公回到了台湾嬉心照料父亲,满是孝心。 但夫妻二人在机场被拍到的同框也是十分低调。 除了不同框之外,林青霞本身也曾在近两年传出过绯闻。 不过在2016年,林青霞亲口否认。 但是今年的7月,林青霞曾被拍到与外国友人一起约会,疑似新恋情曝光。 不少网友认为曾经的模范夫妻早已名存失望。 其实除了新欢之外,林青霞还有一个爱了18年的秦汉。 虽然,虽然爱上的是有夫之父,但是那段爱情她还是奋不顾身,虽然没有恋爱,但是精神式的爱慕是不可否认的。 。 足以见的林青霞一直是一个特立独行敢做自己的女人。 。 1994年她嫁给了香港富商情理员,即使她已经有了一个女儿,但林青霞并不介意,随后为她又生下两个女儿。 。 很多人不理解当时的林青霞,不知道为什么她最后会选择她现在的老公,秦汉那么帅,有风度,温柔浪漫又儒雅。 。 。 但是,不可否认的是,当年的行李员对林青霞也真的很上心,那场香槟玫瑰婚礼至今被人们津津乐道,五百万朵香槟玫瑰堆满一整个泳池,简直是奢华的浪漫啊。 。 即使是离婚,曾经的感情也不可否认。 。 所以即使儿女都已长大的李青霞已经没有什么压力了,即使是离婚,也能幸福地享受晚年生活,一起祝福林青霞吧。 。 每个人都期盼天长地久的爱情,每个人都希望容颜不老,尤其是对于女生而言,当把最美好的年华献给了爱情,她们希望白头偕老,希望天长地久。 。 。 林青霞,曾经是一代影视女神,很多人的梦中情人。她现在63岁了,容颜已经大变样。 。 无论,她的丈夫行李员出于什么样的原因选择离婚,这对林青霞而言都是不公平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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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多男人喜心厌旧,尤其是娱乐圈或富豪男,面临的诱惑太多,俗言道,糟糠之气不可气。 。 做人有些原则,还是要坚守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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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当曾经陪伴了你一生的那个女人老了,愁了,还是要想想曾经的快乐和爱情,摆手洗老是最好的选择。 善恶终有报,天道好轮回 不幸抬头看,苍天饶过谁,对于很多人而言,这句话颇为迷信 不可否认,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上,很多事情是我们接触不到的,了解不到的 老祖宗留下的传统文化可谓博大精深,现在大多数人已经接触不到,之所以这么说,是因为我对这方面非常了解 看到曾经的女神林青霞离婚,非常有感触,别管分了多少财产,这不是钱的事儿,当年那么相爱,她把最美的年华,最美的年龄都给了你,但她年纪大的时候,却离婚了 这对于一个女人的打击有多大,很多男人是无法想象的 无论你身居高位,家产万贯,要对得起陪伴一生的那个人,否则惩罚你的未必只有良心 参考来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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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订�